自我按推要注意些什么 张一时建议说 如果清楚原始点的位置 可以自救自己按推 因此我网购了一个自助按推的交管工具 用工具靠墙自己按推 但是感觉很费体力 很累 比帮别人按推费劲很多 按推时 身体靠着工具上下或左右晃动 晃动身体时 头又会很晕 想请教 用辅助工具靠墙按推 有什么技巧吗 这样可以让自己感觉 不那么费体力 重病患者是否不宜自我按推 温哥华团队回复 重病患者 尤其在初阶段 最好还是要找认可的推广点志工 帮忙按推 若没有合适志工 要及早了解清楚原始点的位置 应位置比手法更重要 才可进行自我按推 原始点鼓励大家靠自己 这是一套激发自我疗愈的有效方法 只要坚持不断练习 应用 同样可获得好的疗效 一 按推方面 应先按 而后推 即先慢慢加力 按在原始点上 到推的时候 力道由轻而重 只推在按照的点的小范围内 身体 不应该是大范围的晃动 您自助靠墙自我按推 感觉很费体力 很累 按推时 会晃动 导致头很晕 可参考以下 一 自我按推 跟帮患者按推一样 不应太费力气 站着靠墙按推 更不应该太累 若太累 先检视自己 有否放松身体 若仍不能放松 可试试躺下来坐 侧身 或坐着也可 二 按推 不可过分用力 按推幅度 也不可摇晃过度 请您检查装置 是否稳固 按推的姿势 及蹊跷 是否正确 每次按推的时间 也不要太长 四 这么按推 也要经过练习 才能有更好的成效 可考虑 自己拍下视频 去找问题 或到认可的 推广点资讯 看看该如何改善 或加强 无论选择哪一种 按推工具 或姿势方法 都要小心注意安全 要经练习 并找到合适工具 才可 这个志工的回答 已经就工具的应用 回答得蛮详细 但从患者的提问 他自我按推 摇头放脑 就开始头晕了 可见他的症状 也不是只有 他要按的地方 譬如头部 他可能就是一个 很急需要解决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 要不要使用工具 我觉得 要看个人体力 如果你真的身体很虚 要靠自己 这些工具来按 事实上有一点困难 所以重病初期 我们会鼓励患者到推广点 还有找家人一起去 然后由家人来帮忙按 这样会比较安全 然后这一部分 如果患者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阴炎 有些人只有单独一个人 也没有家人帮忙 那退一步想 如果身体很虚的话 我会先鼓励 做运动 先不用急着 一定要按推 因为按推 我们知道是要解决症状 尤其他处体伤 这些病症 比如一些疼痛 酸麻痒脏闷 这些症 那如果有这些症 比如膝盖痛 或腿痛 或是胸闷胸痛 我倒是可以建议 比如说 先从扩胸运动 比如胸闷胸痛 做一些扩胸运动 甚至稍微体力稍微好一点 可以做一下 扶地挺身 也就是阳卧撑 或是一些上背部的一些运动动作 缓慢地做 也就是不要急 然后以你体力 能够慢慢增加 缓慢增加 循序渐进 很多症状就可以解决 那腿的问题 我常常讲的 就爬了一步两阶 那身体很弱的时候 刚开始没办法就先走路 然后再来一步一阶 体力稍微恢复 就开始可以用拉筋动作 缓慢地 但是就是要把腿抬高 然后一步两阶 这样来锻炼体力 这样的效果 比你在用工具 我认为效果还要好 第一个 体力你会慢慢增加 第二个 因为靠自己把筋拉松了 那体伤自然也就可以缓解 这样比较安全啊 那如果实在真的不得已 还要看你体力是不是够 如果按推完更不舒服 那就代表你在使用上次真的出问题 一定要找专人 要不就根本自己就不要用 因为越用越不舒服 那身体好像也没有办法让你解决症状 那我觉得你最后问了一句 重病患者是否不宜自我按推 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按不舒服就不适合了 所以就先从运动吧 那如果有家人那就更好 我刚刚讲的 就是家人来先帮你按推 或是到推广点找志工来帮你 实在没有办法先从运动 然后按推如果也不能让你舒服 甚至按推暂时也可以完 就不要也没有关系 那按推其实那些功绩蛮多的 有些人躺着有时候用球 比如背部啊 他们就用球在背部稍微滚动一下 那重按推一般要让身体不舒服 好像也很难 但是看你好像用完这些工具都不是很好 我建议你暂时就不要用 那所以使用工具是在 如果比如说有些年轻人 比如说他怕心脏骤停 类似这种或是脑中风 那心脏骤停 最好的方法就是按推上背部 那年轻人体力又好 他自己靠着按推是没有问题 那重病患者我是觉得 一定要自己评估 觉得可以才用 或是自己评估不出来 自己按推完也可以评估的出来 按推完如果比较舒服 那就代表你可以这样用 如果按推自我按推 那结果又更不舒服 我建议就不要用 那刚刚这些使用工具的细节 我认为志工讲得非常好 就以志工的讲法为主 其他我没有就补充到这里 欢迎订阅